劉鶴在與耶倫舉行會談後 接受鳳凰衛視的獨家訪問 他表示這次與美方會談成果積極 也希望這次瑞士之行 讓全球市場看到 中國在經歷了疫情之後又回來了 並且會加強與世界的合作 劉鶴和耶倫當天舉行了 三小時的會談 兩國政府財政及商務部門 高級別官員陪同出席 這次的會議的時間 其實非常的久 在上半場 大概一個小時的會談之後 我們看到中美雙方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同美國財政 耶倫 還是選擇了單步的 面對外的進行的 密集性的促銷 現在我們不知道 我們之前在目前 上半場的後台 就算真正會持續多久 劉鶴在會後接受本台專訪 他說這次和耶倫 談話氣氛融洽 設計議題廣泛 劉副總理非常高興 能夠在瑞士 跟您做這麼一個訪問 這次您的瑞士之行 其實外界都非常的關注 尤其是今天 同美國財長 葉倫的會談 所以我想 首先了解一下 今天的這個時間 會談的時間看起來有點超時 而且您和美國財長 葉倫有過面對面的 進一步的交談 大家都在談什麼 是不是都像外界 所關注的一樣 有聚焦於中美之間的經貿 長期以來存在的一些爭執 尤其是涉及到關稅 涉及到中概股企業 在未來在國際市場的發展 這些問題是不是都涉及到該如何解決 您覺得接下來會 中美雙方之間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對話的必要 因為你這個問題提的很好 非常專業的 非常坦誠的 非常深入的 可以說我們對中美關係的發展 對目前的現狀 以及下一步雙方如何加強合作 進行了全面的討論 根本的目的還是落實兩國元首 在巴厘島達成的重要共識 剛才你說的一些事 我們討論了 同時我們也討論了雙方的合作 比如說在欺騙領域 在金融領域 在能源 在糧食安全 在減債等各個方面 我們都充分地交換了意見 雙方你都表達了各自的核心的關係 這次您也是來參加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也是新冠疫情以來 中國第一次安排政府的高官 出席這樣一個國慶的活動 其實我一直在跟訪您的行程 我注意到一點就是 其實您從一下飛機開始呢 就是面帶笑容 從不同的政要各國的老朋友 新朋友會面 但是今年的論壇的氣氛呢 好像看起來呢 願意面帶笑的人不多 大家對經濟的前景 您管得非常的擔心認為呢 現在是處在一個分裂的世界 您如何看待現在這個分裂的格局 究竟有哪些問題 還有呢就是大家都在尋求加強合作 從中方的角度來說 加強合作有哪些可行性 您認為哪有哪些是必要性 對 首先我想說 今年的這個論壇啊 是疫情以來來的人最多的 就各國的政要 學者 商業領袖 這個大家呢 抱著非常高的期盼 因為世界呢 發生了很多問題 最近三年以來呢 很多出乎意料的事件發生了 就在這種情況下 怎麼加強合作啊 是大家關注的一個熱點 那麼中國代表團來 也受到了大家的高度關注 因為這次呢 就是中國政府派代表團來 最主要的是介紹 黨的二十大以後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政策 中國的發展的政策 包括過去一年 怎麼看 包括未來明年發展怎麼看 包括我們怎麼推進 這個進一步貫徹新的發展理念 怎麼推動改革開放 怎麼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 怎麼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怎麼深化呢 對這個風險的防控等等 另外呢 各界 對中國疫情政策的改變 也高度關注 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 自己的方案也都高度關注 那麼我們介紹了以後呢 根據黨的二十大精神啊 感覺呢 整個大家對中國的理解在加深 所以各方面說 中國又回來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今年 就像您在會期間所說到啊 希望在三月份之後全面地放開 迎接更多的來自四面八方的訪客 投資者來到中國 您是不是對此就是有更具有信心 對 我相信 中國準備好 對 可以說呢 從總的情況來看 中國呢 已經準備好了 希望外國朋友啊 都到中國來 我們也歡迎更多的外商 到中國投資 我們也會全面地改善 中國的營商環境 所以我本人呢 對此是抱著樂觀態的 鳳凰衛視 曹傑 安光系 蘇立誌報導